欧阳荀的楷书在出唐诸家中之所以能着然独立 明冠四家之首 其重要原因是他精通并擅长立法 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据记载 他曾写有九通隶书碑 但现在能见到的只有 房檐千碑及宗盛观碑 房檐千碑是欧阳荀75岁时所书李百耀撰文 碑石现在在山东张丘市造山 从该碑的书法看 欧阳荀的历书主要是诗成汉吏的书法传统 有着汉人风游 鼓励径庭 比翼不凡 不过欧阳荀毕竟是非同小可的大方之家 又生活在历书已经让位凯书的唐代 所以他诗成汉吏 并不没守成规 而是在历法中融入了凯书笔译 特别是参由他自己的凯法后融合成一体 这当然是一种大胆的艺术创造 显然在这种艺术创造的过程中 他受到了北朝碑克书法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造 取得了方言 翘显和金刚称目 历史辉权般的艺术美感